本來他要創造的這樣的一個image是 好像是讓你想像無限 但是說實在 還好我們這個節目 不是一開始就在講這個 因為不然好像說我們故意在抹黑他一樣 是網路上這些年輕朋友 他們發現了 說你抄襲 對不對 結果展現出來的 高度的相似 因為坦白講沒有哪個人笨到說完全抄襲 抄襲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形象的抄襲 一種是意念的抄襲 兩者都兼具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是 本來他想說這個你加臺北就是無限 我覺得說蔣萬安加臺北就是脫線 對不對 真的是怎麼會和你那慘 真的是怎麼會和你那慘 你連一個檢舉團隊 第一炮都打成這個樣子 你將來什麼市政團隊 我現在擔心他什麼 好龍兵講他 你這個市政經驗不夠 他說沒關係 我有藍圖 我說實在 你的藍圖誰抄刀的 不曉得 絕對不是出自你的手筆 對不對 那你可要把你的藍圖好好看一看 不知道哪個地方 又拖線了 又被人家抓到說 你又抄誰的 對不對 今天我覺得蔣萬安真的太 那種想法真的是很脫線的想法 你當了一任半還不到的立委 你接下來選台北市長 然後你有什麼 好龍兵說你沒有市政經驗 沒有市政經驗沒關係吧 但是你還有行政經驗 那他有沒有辦法鞏固那35%的生然 好龍兵講的 我覺得他現在 他現在狀況 就我們剛才前面開播前 有討論通貨膨脹的問題 通貨膨脹最可怕叫什麼 叫滯脹 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好龍兵這個蔣萬安現在 這個狀況就像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為什麼呢 一開始他就衝很高 對不對 最高的五十幾 然後又掉掉掉 大概就差不多掉到百分之三十幾 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一般來講就是說 經濟是衰退的 但是物價是上漲的 人民是沒有錢花的 沒有消費 沒有出力 所以你看 沒有新的 沒有新的支持者 他就是 你說要跌 也不會跌到哪兒去 這代表藍營的那個基本盤 那百分之三十五 蔣萬安其實到現在沒有搞清楚 他現在選舉遇到的問題 其實好龍兵已經講出來的 三十五趴就是他現在的挑戰 那他的挑戰就是必須要把深藍的拉攏 要抗好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國民黨的這一群藍營過去的始終支持者 已經被黃三三搶走了 你今天在公布你的識別系統的時候 居然沒有把國民黨這一些議員拉來 就是代表你對於你現在選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你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雖然維園幫他講話 可是我認為講話是完全不及格 他根本現在應該要把所有的議員抓起來 告訴大家 我們藍營是團結的 好龍兵你講的三十五趴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要面對黃三三的挑戰 要把黃三三搶掉票搶回來 但他沒有啊 他比了一個那個不知道那個什麼八 我不知道那些國民黨的議員 一些老輝不知道 比得出來比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我覺得還是選舉 沒有人特別厲害 可是我覺得集思廣益 參考大家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 飄食 deu 持版稱 個mid 吻 他的 有 過 溫 泄 諄